新闻大败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说泽文斯基能够多了解一点世界局势 多了解一点历史 也许现在乌克兰人就不用流离失所了 我们还是不要忘了乌克兰 我们来关心一下现在战场上面的情况到底如何 CNN说这是乌克兰最惨的一周 没有更惨只有最惨 这个卢干斯克最后一座城市已经快要沦陷了 乌军白马里乌波尔陷落最惨的一周 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市都被炸得稀巴烂 乌军的无人机用神风式的自杀攻击俄国的炼油厂 他们说这是不对称的作战 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乌东的工业城市 北顿那次刻现在宛若人间地狱 泽文斯基说俄罗斯的火力巨大 所以优势占上风 那当然俄罗斯 他这么大的武力跟火力就在他旁边 因为在乌东跟他接壤 这个当然也有一些说法 帮泽文斯基打打气 这是英国首相强森 他说其实不用担心 因为俄军的资源快要耗尽了 所以只要给乌克兰能够发起反攻 我们就应该给他支持 还有拉拉队在帮乌克兰军人 就是加油 也帮泽文斯基来做一些鼓励 俄军的军备都是乌克兰货 所以英国很多媒体说 你攻势喊卡 这真相是已经耗尽了 没有弹药 没有货物可以补 那我们看到两边都有拉拉队 两边都说自己站上风 可是现在看起来应该 从这些事实来检验 应该是俄罗斯 在乌东这边是节节告节 节节胜利的意思 那这个隔不到两周 普京就宣布 乌东断巴斯之战开打了 我们来看看战场上是这样子的局势 可是有一些人 我们注意到在人的身上 大家知道有很多国际的志愿军 进去乌克兰打仗 美国也有一些人去打仗了 可是被俘虏了 被俄罗斯俘虏了 这两位都是美籍的战士 美籍的一个士兵 那那个俄罗斯就说 这两个人被我抓起来了 所以我可能要审判他 那美国白宫发言人就很震惊说 你暗示我这个两位美国公民 即将面临死刑政令人震惊 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讲求人权的国家 过去在北韩不是有学生 被这个金正恩给抓起来了吗 就要营救 那战斧被抓 有可能会判急刑 所以发言人讲了一番话 非常的激动 或者是非常的激烈 希望把这个俘虏给交换 或者是把俘虏 不是交换 可能希望这个俘虏 可以把它营救出来 可是俄罗斯这边的反应是什么 俄罗斯的副外交部长说 俄美正在交换官方的讯息 为这个战俘 可是我不认为 华府准备认真处理这个议题 他在暗示什么 他暗示说美国只是做做样子 他因为美国有一些 一些人权 有一些媒体 有一些选票的压力 他只是 很假的啦 讲给家属听 真的是这样吗 还有一个是钱的问题 观众朋友打仗每天都在烧钱 乌克兰说他们一天 一天就要用掉 这个五十 每一个月 对不起 每一个月的开销 要五十到六十亿美元 这是一笔很大很大的钱 到底谁要给他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最大的这个金主来源 可能就是美国了 拜登说 乌俄战争是俄罗斯 跟欧盟之间的一场耐力赛 跟美国无关 这是欧盟跟俄罗斯之间的事 那难道真的不关美国的事吗 美国未来会怎么做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现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有人被俘虏了 而且每一天 乌克兰说 乌克兰人说 他们每一个月要花 五十到六十亿美元 到底钱怎么来 怎么办呢 先讲被俘虏的事情 甚至有一度都盛传 加拿大本来要接陆军司令 叫K9 这个人跑到乌克兰去 而且被俘虏了 其实没有 最新的消息出来 因为这个人还在乌克兰 可是没有被俘虏 为什么 他第一次出来讲话 为什么 因为他被加拿大军方 指控两个新骚扰案 他也是因为这样子 没有接上陆军司令 所以这个人没有被俘虏 是不是还有希望被掌握 我们不知道 因为俄国人处理这个问题 是很有经验的 各位记得爱生豪的最后的一年吗 1960年 美国的U2的飞机被打下来 打下来以后 美国说这我们NASA的这种 民间的这样的一个气候研究的 这种气象研究飞机 等你讲完了以后 喝了血糊才把人 俘虏的Powers 这个U2的架势跟装备展览出来 一下子美国的话都讲不出来 所以你还有没有大人物 掌握他手上不知道 但有点可以确信 以后一定我们会慢慢发现 其实欧洲人包括美国人 参加这场战争的应该人数不少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多 比我们想象中应该会多 有些打死的当然不会讲话 有些活着他也没有讲话 也没有被俘虏继续作战 这个人数应该不少 最多当然是波兰人 我看英国人大概也不在少数 慢慢大家才知道 当然是用个人的身份去参加了 政府的角色是什么 目前是没有看出来 最近的战士看起来有点成绩 全世界的大的新闻媒体 报乌克兰的消息很少很少 西方的媒体 就某点来讲 这就表示乌克兰不太妙 不太妙 所以法善可持 没有东西 可以争奋能性的东西可以报道 俄军就是用一个村庄 一个村庄摧毁的方式 往市区前进 所以我看起来 这个北对那时刻 几乎大概都已经控制了 生下又是回到 马里乌坡的那个情形 一会躲在那个发学工厂 肥料制造厂里面躲了 他说这里面有几百个平民 我看最主要的 少数的居民 多数的还是有些军队在里头 所以钢铁厂那一幕又要重演 又要重演 所以这个又会拖很久 但基本上已经被要控制了 这个战争当然非常花钱 你刚刚讲的是什么 你刚刚讲的是 他的维持的费用 要这么一天 一个月大概50到60亿美金 你们想到武器跟弹药问题 现在欧洲这些国家 尤其美国 他们给它是仓库里面的东西 这些用完了以后 就要用新的东西 那要花更多的钱 委员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继续回来讨论 看看这个乌克兰战争 看起来没完没了 岳老师 这个乌克兰战争 没完没了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我在想 乌克兰人的话 如果每一天要花 50亿到60亿美金的情况下 如果谁提供这个钱 乌克兰就愿意打 如果不提供这个钱 这个恐怕才会停下来 拜登讲话非常不负责任 认为这是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 我在欧盟的国家出了很久 欧盟哪个这个战争 不过我想最主要的想提一下 现在这个战事不但不会结束 极有可能扩大到立陶宛或是波兰 波兰那个我就不讲 立陶宛的总统叫脑赛达 我就觉得他的脑袋 根本被人塞住了你知道吗 他就在脑赛达 为什么呢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 因为你波兰 就是你立陶宛 居然要封锁加里面格勒 加里面格勒是康德出生的地方 所以我们哲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达